欢迎各位学员来到线上课程学习网 我是自强南超人 在接下来的课程会陪你学习 在进入课程以前 建议你先参阅使用说明及课程简介 让你更了解本课程学习方式与注意事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课程吧 各位大家好 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有关于制程整合原理的部分 我是中兴大学材料系的林佳峰 在制程整合里面 一开始我们会先介绍半导体概论的部分 第二部分开始进入到制程及相关技术模组部分 将第一个部分晶圆清洗 第三部分 黄光围影 再来扩散 薄膜 最后介绍经养半原件制程与原件特性部分 在半导体概论的部分 在半导体概论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其他其他部分机制造 或者是一些其他原件制造 它主要是把一些晶体原件制作在细晶体上面 在后段制作在后段制作在后段制作在后段制成部分 制作一些导线的连接及保护层的部分 最后 最后的话会把每一个原件进行切割 然后把每一个原件做一个测试 得到我们需要的原件 最后 最后我们可以从右图看到里面和每个晶圆制造 从一开始的晶片到制作 到一个精力完成 最后我们完成原件的部分 在VLSI制程里面 大概可以分成几个眼镜的步骤 主要跟它的尺寸是有关系的 我们可从最早的两寸开始 到四寸 五寸 到八寸 到最大的十二寸 当我们的晶片尺寸越大的话 代表它在整个晶片上面 所制作出来的原件数量可以增加 这样在制程内 可以大量降低制作成本 也因为晶片的尺寸越大 也需要随着晶片的扩大 而更改制成设备部分 所以从早期的六寸厂 八寸厂到目前十二寸厂 会因为尺寸的增大 而修改 或者是重建制程设备部分 在整个晶片的制作流程里面的话 也不会因为晶片的尺寸增大 重量变重 所以早期是可以利用人工的方式来提拿 但是越重的话 是表示它需要基台来做晶片的承载跟传送的部分 在制程与产品的趋势里面 制程的改良里面 我们会发现当制程的尺度越做越小的时候 晶片的密度越来越致密 数量增加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越会在意它的高度 所以在制程的改良里面 除了尺寸缩小之外 另外一种提高制作元件特性部分